西晋王朝兴起于三国之后 历朝仅仅37年 其短命程度与秦随有一拼 关于他的兴起也是别具一格的 是真正的确战纠朝 也就是人人都不屑的所谓的善让 他的兴起说起来十分有趣 是因为天意弄人 三国后期时 那些风云人物的后人竟然无一例外 都是庸禄寻常之人 司马懿是名门望族 起初是遭到曹操猜忌排挤的 曹批篡位成帝后 开始启用他 到冥帝时期 他这一族的渐渐壮大起来 兵权在握战功赫赫 成为魏国的重臣 顺利成了士族阶层的显赫人物 司马懿是个聪明人 懂算计知高下 趁此机会拉拢收买其他士族 使自己的羽翼越发丰满起来 冥帝临终脱孤后 他以为这下子有爬得更高的机会了 没想到他功高震主 被人猜忌和排挤 权力也被架空 但他中非寻常之辈 开始装傻充愣 等待时机 249年政变后 他终于谋得机会掌控大权 他的两个儿子比起他来 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尤其是司马昭 有一句话流传了千年 叫做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就是指他们的 这个时候的中国 是处于真正的混乱时期 三国割据的局面 已经进入末期 那些不可一世的英雄们 老的老死的死所剩无几 司马一族算是恰逢 其实在杂乱无章的环境里 鹤立鸡群 当时魏国已经群龙无首 只剩寡妇孤儿 自然软弱可欺 蜀国正是那个历史上 有名的扶不起的恶斗 整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 吴国更完蛋 国君心里变态 高兴了就凿人眼睛 拨人面皮 不高兴了就拨人面皮 拨人眼睛 关键是 他所有的酷刑 只敢对着自己人 国民们是人人恨之 却不敢表露 司马一族开始了 自己的征战之旅 这一路上 简直是摧枯拉朽 毫不吃力 先是把鳄斗俘虏了 弄到自己的地盘里 让他乐不思数 接着又举兵灭了吴国 这期间还顺便玩了个小把戏 搞了个善让 废了位帝 司马延自己做了皇帝 三国鼎立的局面 至此彻底结束 三家归一 司马延不仅开创了 一个新的王朝 还统一了天下 俗话说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司马懿出身贵族 缺乏雄才伟劣 也没有定过安邦的志气 只不过是依靠 机缘凑巧和家族能力 站在了这么高的起点上 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 太顺利 这就不正常了 再加上他本人聪明又帅气 若按照今天的标准 绝对是令追星少女 血脉喷张的那种 事实上 他也确实贪恋美色 不理正事 放纵情欲 总之 各种因素造成了 他性格上的自大自满 和自我放纵 他虽然是一国之君 却没有忧患之心 更无远大的谋划 被西晋王朝灭亡 埋下了前因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他的影响下 西晋政坛上 没有真正的清官 一时间 官员们豆腐炫富败金 无所不能 极尽奢侈 谁要是不识相 谈论正事实事 会被众人耻笑排斥的 历史上有名的石虫 就是这个时期的人 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喜欢女色 后宫三千游不足 还下令四处选美 填补后宫 近五帝时期 后宫数目竟高达上万 这些鹰燕们 把皇帝迷得昏天黑地 根本没时间 想起国家和人民 这个皇帝还有个毛病 就是浩大喜功 喜欢封王 这些诸侯王 在自己的地盘内 养兵蓄锐 实力雄厚 到后来 朝廷也拒他们三分 后来还真的发生了 八王之乱 这些特定因素 导致了西晋王朝的迅速衰退 司马懿族曾经耻笑过 孙 刘 曹的后人无能 却不曾自我反省 反而以胜利者的姿态 洋洋自得 最终落得了亡国的下场 到了后期 皇室 氏族开始迁往江南 西晋王朝内部已经被架空 待匈奴兵进犯时 连个真正能够阻挡的军队都没有 匈奴兵打进长安 将皇帝俘虏 后来又刺死了他 至此 轰轰烈烈的西晋王朝 正式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比起三国时期那些枭雄们的后代 他们也不过如此